在電台的戲曲節目中,主持人訪問嘉賓時, 有時都會分享一些舞台趣事。 據說,有一個挺有錢的男生去學戲, 終於有機會上台了,做個兵仔而已。 對白只有一句而已,衝突報上, 亡品報,亡品報,邊關敵人已殺到,已殺到。 做師傅那個演員當然要去看徒弟怎麼做。 誰不知徒弟是不是太緊張呢? 出場的時候,只懂得亡品報,亡品報,亡品報, 下面的對白忘記了。 做將軍的人就唯有執政了。 首先,說他胡言亂語, 然後將軍的副手說, 將軍息怒,你看他這麼慌張, 可能有大事發生, 莫非邊關敵人已殺到? 接著將軍就問他,是否如此? 然後他就額頭,將軍就叫他推下, 這樣就可以繼續做下去了。 原來,在戲行有規矩, 師傅是不會看著徒弟演戲的。 如果是沒有必要的話, 為什麼呢? 因為徒弟見師傅是腳軟的, 會影響演出水準的。 所以據說, 任姐試過去看生姐做趙潘安, 都是躲在府洞門裝裝裝裝, 不在觀眾席。 早前,黎二威做帝女花, 做完之後, 在網上跟大家分享感受, 她說比上一次十萬九千倍, 當然啦。 阿生姐在酒店教完她怎麼做之後, 在觀眾席看電影, 她當然是緊張的。 阿生姐肯去看電影, 代表什麼呢? 代表她支持後輩, 還有,雖然她是曾經指點過後輩, 但正如她自己所說, 她當作是一種交流, 和向大家介紹一下, 任姐的藝術, 她從來沒有當過, 自己是後輩的師傅或老師。 如果她當作是師傅或老師, 她就不會在觀眾席看電影。 所以, 那些說生姐沒有資格教人的人, 其實也蠻白癡的。 如果要講有沒有資格教人, 那如果有人教一個徒弟教了幾十年, 他還是烏梨馬茶, 完全做不成功, 又或者, 硬是黏著他, 不肯畢業。 那這個師傅是成功, 還是失敗呢? 講到教人, 有些人的心態, 就不知如何, 以為自己可以教, 結果教到烏梨馬茶的, 確實是有的。 在宗教書籍裡, 在很久很久之前, 就有一個規矩說, 女性要學什麼, 回家問丈夫。 不過, 現在的現實當然不是這樣, 反而有相反的情況。 有個老婆, 在舞台上學了東西, 回去教過老公。 那大家又覺得怎樣呢? 但我便覺得, 這位太太, 似乎教得不太好。 她和生姐一起做過紙猜技, 學了的東西, 都應該回去教老公, 對吧? 但她老公做紙猜技, 做到爭夫那一幕, 拿著個聯鳳彩球出來, 功架好像跳舞不得止, 木無表情, 十六那些, 還得還得, 不知怎算好, 左右為難, 那些感情, 表情啊, 眼神啊, 關目啊, 完全表露不到出來的。 其實, 上得舞台, 除了唱、 做、念、打之外, 還要演戲的, 對吧? 有個馬來西亞女歌手, 叫做劉君儀, 唱香腰好聽的, 穿了藝氣服, 帶了鳳冠霞配和拍檔唱, 但是, 如果你在網上找到她那段香腰來看, 會覺得很恐怖, 因為她和拍檔, 是全程, 衣開牌顏, 笑得很開心地唱的, 嘩, 更為恐怖片, 對吧? 所以呢, 要演戲, 也要加上感情表情, 要有演技才行的。 不過這樣, 如果有些人, 用了演技來扮演可憐, 那又不會有他們想要的效果, 還會很討厭。